好 其實帶大家來關心這個國內武漢肺炎的最新情況 那麼今天下午疾管署的最新疫報 國內沒有新增的個案 仍然是維持18例的確診個案左右 不過針對昨天陸委會公布的 這個陸配子女來台的管制措施 疾管署這邊有最新的這個做法 那麼是全部撤回所有昨天陸委會公告的管制措施 來聽一下稍早怎麼說 一開始我們對於這樣的一個國籍的選擇 是可以選的 那已經選擇了他的國籍 沒有選擇到台灣的國籍 那現在就必須要自己做安排 自己要做承擔 當然我知道有很多相關人道的考慮 我們也是有感情的人 那但是呢 我剛才跟大家分析這樣的一個情況 大家知道基本的量能 加上要預備未來的量能 再加上可能有突發的情況 我們不得不傷請陸委會 把這樣的一個決定撤銷 好 那麼目前針對這個陸配子女來台的管制措施 最新的做法是 如果沒有我國國籍的陸配子女 目前仍然滯留在這個中港澳的地區的話 那麼是不會同意他們來入境 那麼已經有取得我國國籍的話 那麼是不受影響 那麼陳時中也提到了 是因為這個防疫的能量有限 目前以這個國人為優先 那麼他也提到 他也說重化了 當初陸配的孩子在出生的時候 其實國籍可以選擇 那麼如果當初沒有選擇台灣 那麼現在就應該要來承擔 好